好莱坞史诗集大片《诺亚方舟》上映至今 全球票房收入已经突破3.3亿美元 不过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由于电影的题材取自于圣经故事 涉及宗教 中共监管机关拒绝这部电影上映 彭博的电影场景史诗灾难片 诺亚方舟耗资1.3亿美元 上映至今海外票房突破2.3亿美元 不过却无法在中国上映 取材自圣经故事 敏感的宗教议题让中共当局很感冒 其实早在15年前 布莱德比特主演的电影《火线大逃亡》 就因为题材与西藏达赖喇嘛密切相关 而遭到封杀 还有2006年的电影《达文西密码》 同样因为宗教问题而被禁 根据美国CNNMONEY报道 在中国有7样东西是找不到的 像是洋片被大幅度管制 每年只有三十部的名额 还要受到官方的制约 影片可能面临被删减的命运 而像是YouTube Facebook或Twitter 在中国也都被禁止 谈到人权相关的书籍 在中国同样找不到 在继续评级的中国 想看本好书或者享受好莱坞电影 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北CNN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